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四的赢家攻略 我是于国庆 哇 各位今天这个盘很震荡 但是如果今天你有看盘的话 尾盘的急拉会觉得非常的戏剧心 今天这个盘 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美股又跌 尤其昨天礼拜三的晚上 美国的科技股跌的还蛮多的 所以造成今天的台股 前半场一路往下杀 而且前半场的往下杀 其实盘面上看起来也蛮惊心动魄的 但是后半场 尤其接近尾盘的时候 开始多头急拉台积电 急拉这些强势股 反而收了相当长一根下影线 今天收了很长的下影线 也就是说在12,900之下 又收了一根长下影线 而且今天K线本身 还是个实体的小红线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大盘似乎多头已经开始在12,900以下 开始有一些攻击的企图存在了 这个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能够在12,900到13,000 开始做一个短底之后的往上攻 今天微国庆在这个部分 会跟大家做很详细的分析 今天节目你一定要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虽然说今天这个大盘指数 还算是小跌了 可是到今天收盘为止 有两个类股 尤其是面板 尤其是面板的群创 今天的股价已经又在创 这一波的新高了 各位 这赢家攻略 我从礼拜一 我从礼拜一开始 我就跟领先市场 我就跟你讲 群创在我的大幅线 已经出现了波段买讯 你看经过礼拜二 经过礼拜三到今天礼拜四 群创已经又创了 这一短线这一波的新高 真的比大盘强很多 那在昨天前程的节目 我也在跟你讲 我说大盘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因为种种原因 大盘本身不强 但是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类股 我讲过 通常来讲的话 当一个大盘要走一波的时候 一定必须要有一个 或是两个类股 作为那一波的主流股 来带动整个大盘的上涨 那从礼拜一 我就率先提醒 我说面板 面板 面板很有可能成为 下一波大盘反弹的主流股 因为毕竟像群创 像友达 这个股票绝对不是什么小妖股 对不对 这个已经算是 这个算是台湾的重点产业里面的 两个龙头股 那今天不但群创 这样算是相当强 那么另外像记忆体 像南亚科这一些股票 其实最近的表现也相当的好 南亚科今天收盘 还涨了3%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 到底这个面板跟记忆体 这个会不会真的成为 大盘下一波临涨的股票 你要特别注意了 我再讲一次 这个当大盘在重挫了 大跌一波之后 这是从8月中旬的起跌 跌到今天的低点 已经跌掉快2700一点 我说真的 当一个盘是跌了2700一点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 你还在悲观 你还在恐惧的话 各位我说真的 那你真的是股市里面 那种后知后觉 在股市里面28法则 那20%的赢家绝对都是限制限决 绝对比市场上绝大多数人 能够更早看出一个波段起跌 或是一个波段的起涨 而且我还要跟你讲 我说尤其大盘在跌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大跌一段之后 大盘最后还在做最后赶底的过程当中 你第一个你不但不能悲观 反而你必须很专心的去看出来 在大盘还在跌的过程当中 到底哪些个股或是哪些类股 已经相对抗跌 甚至已经根本就开始在领涨 那这一群股票 绝对是大盘止跌反弹之后 那一波里面的主流股 这些主流股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问题是你上车了没有 好 所以今天节目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仔细的看 来 大盘从大盘讲起 对 刚才节目一开始我给你讲过了 今天这个大盘其实蛮戏剧性的 本来前半段是杀的 是杀的雷声隆隆了 但是到了接近尾盘的时候 突然之间开始急拉台积电 台积电由黑翻红还涨了两块钱 另外很多重要的股票也在一点多之后 分分开始往上拉 所以造成今天指数拉了很长一根下影线 那不但拉下影线 而且今天的K线本身还是个实体小红线 等于也就是说 几乎今天的这个加群指数 是说在当天的最高点 那而且等于说你看 今天的这根下影线 跟这个礼拜一的那个下影线 两天看起来 等于说在12,900以下 已经开始有出现到连续出现下影线 出现下影线这样子的情况 代表说这个地方 在12,900以下 多头似乎真的是有那个企图性 想去守这个12,900 所以你看当时礼拜一守了之后 礼拜起码跟你先往五日线 先谈过一次 那后来是因为这个美股不好 那又把台股又给你拖下去 可是今天一样 又在这个收盘又收在12,900这个地方 而且拉的下影线 所以这个明天以后 如果说这个台股能够真的 继续重新再往五日线以上去攻的话 那我相信这一次的 那能够再攻上五日线去的话 那这个地方真的在短线上似乎有打一个小双脚的这样子的情况产生 那一旦能够再重新再回到五日线上的话 那我恭喜大家 那代表说10月的下半个月这个地方真的也许就有一波行情出来了 所以未来一两天这个大盘变得相当的关键 只要能够重新再回到五日线上去的话 那大体上短线上的两根脚大概就看出来了 好吧 这非常非常的关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就一直跟你讲 这一波从8月中跌到今天为止 已经跌掉2600多点 那我讲了 如果通常在破断在起跌的时候 在这种地方你保守你观望你退场 在这个地方你心态保守 那绝对说得过去 而且代表说你是个高手 但是不要大盘跌了2000多点以后到这个地方 你开始变得悲观变得保守 那各位我告诉你 那显然你就是市场上那些80%的 你懂那意思吧 所以我就讲 在股市为什么永远是20%的人赚钱 为什么是因为这些人是真正能够 在大盘起跌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你有警觉心 然后股票赶快卖一卖 甚至放空做什么东西都好 但是跌了这么多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市场在一片悲观的时候 可是问题是在这里 却要趁着大盘 还在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在这里你去看出 哪些股票相对抗跌 甚至哪些股票根本就开始 已经在发动往上涨 那些股票绝对是大盘 在下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 所谓的主流股 各位这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你有这样的经验 任何大盘在任何一波涨升的过程当中 都有那一波的主流股 对不对 问题是可是如果说你的 可是问题是就算大盘涨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不是那一波的主流股 那你也只是看着别的股票在涨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那问题是每一波的主流股 怎么样能够轻松找得出来 就是当前面还在跌的时候 当前面还在跌的时候 在跌的过程当中 那些相对抗跌 甚至零涨的股票 绝对就是在这一波里面的一些主流股 你千万不要等到大盘涨了以后 才想进去 哎呀去找一支强势股 各位 因为大盘在涨的过程当中 好股烂股都会涨 阿狗阿猫都会涨 大盘在涨的时候 你反而不容易看出 哪些股票是完整的 哪些股票只是给你涨个 涨个一两天 对不对 但在这种阶段呢 反而是能够看 最容易看出强势股的时候 各位 美国新从民国76年进股市 而且还是投顾里面 唯一真正的基金经理人出身的 我告诉你各位 看盘的关键的技巧 那个阶段在这个地方 你听懂了没有 好 所以这节目你要仔细的看 好吧 那我刚才讲很清楚 这个地方 能够首先站在五日线的话 也许这个小底就出来了 所以要把握好机会 你不要等到大盘 谈了一波之后 哎呀 觉得到时候觉得 好像这个天下太平 相恩无事的时候 到那种地方 你才想跳进去 但一跳 又是个短线高点 对不对 你不要到了这种地方 觉得说 好像大盘真的要涨了 很多人是在这里才进场 你一买 刚好买到个高点去 OK好 那今时间关系 关于像这个美债 美债当然短线 又创了一个新高 其实关于美债的墙 我也跟你讲很久 所以现在这个 以这个美债 跟美元两个来比的话 因为这个毕竟 这个费的升息的 这个态度是很坚决的 所以这个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是一路都在往上走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果然对不对 昨天10年 这还创一个新高 但是美元呢 但是美元就相对 没有那么强 我也一直在跟你讲 我说这两个比起来 美元其实已经 没有像美债 这么样的强 反而是在做一个 短线的震荡 所以我说如果美元 它不要马上又去往 这个115去创新高的话 对于台币 虽然说台币今天 又扁个新低 但是问题是最近 其实台币的贬值 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存在 但是只要美元指数 没有马上再去创新高的话 台币这个贬值 大概终究会慢慢会缓和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与其你去看台币 哎呀还在扁 还在扁心低 那我倒建议你 你就看看 你去看美元指数 可能比较准一点 这个地方台币再短线 是不是表错勤了 那这个你倒是可以注意一下 好吧 如果只要美元没有强势的话 那说不定台币 马上又开始做反弹 那只要台币 不继续贬值 意思就是说 只要美元没有再去强势 这个上去的话 那当然对大盘的指点 也是有帮助的 我想新台币汇率 大家这个观念 其实很清楚 好吧 好那来 重点来了 各位当今天 这个加权指数 还是在低档 在震荡的时候 你看 各位群创 今天的股价 今天收盘又涨了1%多 今天的股价 有没有再创 短期这一波的新高 有了 各位 今天这个红棒很漂亮 群创已经创了 短线的新高了 你比比看 各位到了昨天 我还在跟你讲 不要说 你昨天 礼拜一了 各位记得不记得 在礼拜一那一天 10月10号 记得吧 礼拜那天 我以前全是惨了 我在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 群创群创 在我大标股系统 出现了买进 买进讯号 之前从4月份 从4月初 17块附近 出现波段卖讯 跌跌跌翻天 要赞要赞要赞 赞赞赞赞赞 但是到了礼拜一 礼拜一 大副线已经出现了新的 波段买进讯号 我礼拜一节目你看了没有 没看好可惜 对不对 礼拜一跟你预告完之后 你看 礼拜二 礼拜三 大盘不好 又稍微两天 稍微来回震荡的影响 可是今天 马上一马当先 已经又创了短线的新高了 那各位 你看看今天 你看群传目前股价的这种位阶 那比起这个 你看而且对不对 礼拜有的跟你讲嘛 我说 出现波段买进 而且股价已经突破了 当时这个8月9月 前面的两个颈线的位置 有没有 那这个标准 标准代表说 股价已经突破了 三个月的整理区吗 我说这个东西 这个形态上 就是一个波段攻击的架构 我特别跟你讲这件事情 那你看 对不对 过了锦线呢 如果说我们相对大盘来比的话 那今天群传的股价 已经跑到这里去了 相对大盘 前面的这个锦线在这里 那群传的股价已经跑到这里去了 那我问你 大盘在这里 群传在这里 这叫不叫强势果 那我问你是你有买群传吗 我所谓买群传 不是你前面套注买 我指的是 我在礼拜一 我在礼拜一这个节目上 我告诉你 群传在我大副线出现了波段的买进讯号 各位啊 随便啊 你礼拜一也好 礼拜二礼拜三 你随便嘛 你今天啊都赚钱 好爽 各位 买股票买在波段起涨点 然后呢 你跟上我 你可以把股票卖在波段起跌点 各位啊 跟上我的大副线 我问你 做股票 你能够 如果你早早就能够 能够这样子做股票的话 在股市 你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在股市 你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什么叫趋级 什么叫避凶 嗯 趋级避凶 对不对 啊 这个所谓的逢低买进逢高卖出 各位 这是这些 这些股市术语 每个人都朗朗上口 但是问题是 大家心知肚明嘛 你光是懂这种什么 什么逢低买进 什么什么 什么低买高卖 那各位 那些话根本就废话 那个道理谁都懂 但是问题是2000多只股票 每一只股票 波段什么地方要开始 什么地方波段要开始涨 什么地方波段要开始跌 那问题你知道吗 嗯 你能老猜得出来吗 各位 这个东西 我节目上 我在问所有的人嘛 对不对 这个道理谁都懂啊 自买自买 百战百战 这个道理你绝对懂 但是你懂这个道理有什么用 问题是2000只股票 每一只股票 波段起涨起跌在哪里 你真的知道吗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这句话对你来讲 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叫逢低买进 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其实为什么股市大多数的散户股票 一买就逃 代表说很多人根本连大率哪里该买 该买都搞不清楚 一天到晚就在靠感觉 靠人脑在猜 你靠感觉靠猜 你胜率有多大 但是我相信 对不对 你看微博圈的节目 一而再再而三 我总是能够领先市场 把那些关键的重点股票 我一直一直帮会员挑出来 在节目上我也都领先市场 在跟你做分享 在预告给你 印证了没有 各位印证了没有 礼拜一已经出现破坏了 你看我的会员多幸福 各位我说真的 上个礼拜也好 最迟礼拜一也好 如果你已经是我的会员了 对不对 你随便进去买 你到今天你随便赚 各位群创 这不是什么小妖股 不是那些你不知道的股票 不是什么成交量 什么一天只有200张 什么300张 有群创 一天成200张 都几万十几万张 那今天它的股价 可以创这一波的新高 我问你 现在盘面上2000只股票 有几只股票的股价 可以创近期短线新高的 两个手都数得出来 群创可以创这一波的新高了 你有进去买吗 你有进去买吗 我不是在跟你讲吗 做股票这件事情 不管你喜欢做波段还是你要玩短线 很多人现在心态都只敢玩短线 我说你玩短线也没关系 就算你要玩短线 我的大副线也是帮你把股票 一直一直抓的清清楚楚 让波段更好 尤其是波段 哇你看这种股票 对不对 各位 资买资卖百战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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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道理要到 你要跟上为国庆 这个资买资卖百战百胜 才是属于你 你才是真正的 股市20%的赢家 不是吗 那不然你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自己都能够抓出 比如说每日股票的起涨起跌 给我那我祝福你 那你是股票高手 但如果说你不是呢 那你过来跟上为国庆 对不对 跟上我的大副线 要买股票 哪里该买哪里该买 这样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其实礼拜一那一天 突然波段买去那时候 我都跟你讲了 我说你看 其实从整个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面板的其实早在10月7号那一天 其实新闻都已经出来了 因为今年从第一季之后 面板的价格松动 所以很多国际的那些大的面板厂 不只是说像台湾的群传友达 很多中国的或者很多其他的那些 像韩国都是一样 大家都在大量减产 那经过了半年多的 不管是减产也好 去库存也好 那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反而对不对 那个工序已经平衡了 甚至前几天有个更好的新闻 有没有 那不单面板的工序 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甚至电视面板的价格 根本在10月份的报价 都已经比9月份已经开始在提高了 因为每年的第四季到隔年的第一季 都是对不对 大家怎么不然你是欧美过什么圣诞节 什么中国过年 都是这种像电视的这种消费产品 开始比较好的季节了 所以当时礼拜一会跟你讲了 对当时你看甚至像三星 三星本来第四季 它对于面板的进货 本来是目标是850万片 可是实际上三星都自己都讲了 它目前面板的拉货 已经从这个对于第四季 从850万片已经提升到1000万片 那你看等于说实际上 这个需求已经出来了 再加上价格还在往 还比10月比9月还往上调 那这东西对面板股 根本就整个叫做实质利多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是为什么 所以这是为什么 股价已经开始了 大盘在跌的时候 可是连这种大型股价 可以开始发动 可是问题是 你没有跟上我 你没有我的大副线 股价就算动 对啊 今天盘面上今天涨这一次 明天涨那一支 今天涨这个 明天跌那个 明天那轮动轮动 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对不对 一天的涨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我跟各位讲 我相信了 群传上礼拜一的涨 也许你都看到 可是问题是礼拜一的涨 很多人对于你来讲 你是无感的 为什么 就涨嘛 搞不好涨一天就跌下去了 对不对 反正旁边上 多数的股票都是今天涨涨 每天跌一跌 所以我想礼拜一的涨 对于你来讲 就算你看到 你无感 你也不晓得这一根涨 到底是 这边的涨在我的大幅线 确实出现的是 颇段的买进讯号 这也是一根红棒 这也是一根红棒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不能进去买 为什么买了以后就跌下去 可是为什么这边买了以后 股价就给你创颇段新高了 为什么这一根 对不对 同样都是一根红棒 都是一根红棒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对 可是为什么这一根 你要赶快跳进去 这就是大幅线厉害的地方 在这里 透过大幅线的转折线 我再跟你讲各位 目前这个技术是全世界 可以说是全世界 最领先的技术 来技术 我一直跟你讲 来计算一只股票 它的那个关键的转折 在什么地方 股价跌破 大幅线 那就是破断卖讯 股价突破大幅线 那是买讯 那是破断起涨的开始 各位这个观念 我想你可以 你可以 你听得懂 你体会得出来 所以我讲对 礼拜一那一天 对啊 群床涨了 但是涨又怎样 你知道礼拜一这一天涨 它的意义这么不寻常 但是我知道 我的会员都知道 大幅线出现买讯了 果然到今天 大幅还跌了 它已经创新高了 那各位 你股票你不这样做 你要怎么当赢家 每个那个 每天来一堆人 投过老师在节目上 喊股票 每个人都喊股票 喊了老半天 你跟那些人去做 你到底是赚到钱吗 但是问题是 今天你跟上维国线 你跟上我 因为我有这个大幅线 这个系统 这个位啊 我说股票不是用嘴巴讲的 是真的在实物的操作上 在实物的操作上 那是真正的 这是硬功夫 这是真本事啊 对不对 而且各位 不要说全上今天涨 还有一只更厉害的 今天柯家也在创这一波新高啊 各位柯家柯家柯家呢 嗯 柯家我昨天前天还在跟你讲柯家 对不对 为什么 当时在10月初的时候 一样 前面去年12月 就是破断卖讯 你看 哇 叠叠叠叠叠 腰斩 斩斩斩斩斩斩斩 斩斩斩斩 什么地方 对吧 任何一只股票 哪里是破断起跌的位置 任何只股票 哪里是破断起跌的位置 你知不知道 我的大副线都知道啊 我的会员都知道啊 但是到了什么地方 哎呦 新的破断买讯来了 你看 今天的柯家 也一样跟那个啊 一样在创这一波的新高啦 我前一天还是给你两个 我还修了柯家柯家给你看 10月7号 各位10月7号 因为他来到大副线 我最近还给你解释柯家 因为股票来到大副线这个地方 我10月7号 大副线这个地方 赶快进去买哦 就进去买 这是买第一次哦 那各位 后来我不是跟你讲 我说这个柯家对不对 你看各位 今天 今天10点51分 我进去开始买第二次了 为什么买 一样嘛 就是来到大副线这个支撑嘛 今天这个地方买以后 我买在52块半那个附近 市价在52块半 收在哪里面 收在55块 各位52块半 今天就算你去做个当冲 你都赚3000块 你一张都可以赚个3000块 这50几块的股票很便宜吧 你买个5张10张 不是问题吧 那你一天已经随便 就算你今天 你是我的会儿 你盘中 跳进去买 你买在52块半 那个附近 收在55块3 几乎收在今天盘中最高点 而且还创这一波的新高 各位 你看 几天的时间 这支股票 我就去买了两次了 我再跟你讲 今天为国庆 我跟你讲股票 我讲的是现在进行式 跟未来式 我不是讲说 什么开口闭口 什么过去 什么过去 什么怎样 很多人开口闭口 过去什么哪一支 过去哪一支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要的是 现在跟未来才对 那问题是 我的大副线 对不对 这些 这些箭头也好 这些转折线也好 就是帮助我的会员 现在跟未来 现在跟未来 什么地方是波段起涨 什么地方是波段起跌 各位 我问你 你做股票 如果你能够做成像 微国庆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话 那你不赚大钱 那谁赚大钱 市场上有几个人知道 柯家 问你在10月7号那一天 几个人会去买柯家 没有啦 我告诉你 除了我之外了 但到了今天 很多人觉得 哎呦 这股票在创新高 哎呦不错 拍谁 那已经从 从这个 这个四十几块 已经到了55块了 你看当时在10月7号的时候 在哪里买 都在40几块钱进去买 所以未过去那会员 不赚钱谁赚钱呢 什么叫做领先市场 各位 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在领先市场 你看懂了吗 10月7号 这叫做领先市场 这些东西一再都印证给你看 我客家也不是今天才跟你讲 对不对 而且我一直在讲嘛 各位 买股票这件事情 尤其是 如果你逮到一只重点股票 对不对 我讲今天微国庆 我带会员做股票 都是集中买 不会那么散枪打鸟 什么今天这一只 每天那一只 然后手上搞了什么 什么十几二十只股票 这个股票好 而且我跟你讲 昨天还跟你讲 这个客家为什么 未来为什么看好 对不对 打入苹果供应链 然后这个mini LED 昨天跟你讲一堆 今天是什么关系 我不跟你讲基本面 但是起码你看 股价今天 对呀 你就是在闯这一波的新稿 你不管 你从十月初 任何一天你买 你今天一样都赚钱 那在这地方 大盘又怎么样 大盘只在这里而已 你是每天看大盘 哎呀大盘还没涨啊 大盘还在跌啊 好恐怖哦 你觉得好像恐怖的时候 这些强制股都在创新高 这股票都在创新高 股票都在创新高 对你的感受得出来没有 所以 而且这些股票 对都是 就是我在跟你讲 都是基本面 未来非常好的股票 我不是在跟你讲吗 怎么样能够通吃大标股 两件事情呢 你要知道一家公司 它的现在跟未来 它的基本面够强 但光是基本面强 不是买股的唯一条件 是股价能够守在大幅圈之上 或是出现在大幅圈出现破断买逊的股票 这两种情况加起来 那这绝对就是一只大标股 而且透过大幅圈 我在通知大破断 对 你感觉出来没有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微博性为什么 我很容易可以挑出大标股 因为我透过这两个层面 我的大幅圈 很容易挑出这种强势的股票 在没有跌破大幅圈 破断没有结束 那我就通知大破断 你到底感觉出来没有 好吧 反正你想成为一个股市赢家 早早过来跟上我 跟上我的这个方法 各位我跟你讲 今天我跟你讲这些股票涨 我不是来跟你炫耀说 哎呀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大涨 我跟你炫耀股票没有用 你不是我的会员 对不对 我股票再强 跟你来讲是没关系的 问题是今天我只是告诉你 为什么这些强势股 我都能够早早的 带会员进去买 我也能够早早的预告 领先市场预告给你 为什么我带这会员 能够早早进去买 还买不止一次 还买不止一次 为什么我都可以早早进去买 因为透过我的大股线 早就知道这些股票 从下底开始变成上涨 早早就有个买讯在这个地方 各位我的大股线厉不厉害 对于股票来讲重不重要 能不能带着你进去 趋吉跟避凶 可不可以 知买知卖百战百胜 各位你要跟上我 跟上我大股线 知买知卖百战百胜 这句话对你来讲 才有实质的意义 对吧 甚至 我爱地亚今天 爱地亚昨天 目前它的支撑 大支撑在22块 昨天我还在群组上 我还在跟群组讲 因为昨天节目时间来不及 我没有讲爱地亚 但是我也放在群组上 你看 这几天爱地亚短线在这个 震荡拉回 大股线最大的在22块 这个地方是个支撑 你看今天最低点多少 216 今天爱地亚往下穿四档 往下穿四毛钱 就是个最低点 一样一收就收个高 又往上收 今天如果说你有大股线 今天爱地亚 你就垫在22去买它好了 你今天一张 22到23 你一张又赚1000块 这么便宜的股票 你买20张都不是问题 你看一天赚多少钱 为什么今天盘组接你216 因为大股线在22 你看到没有 好了各位另外南亚科也出现过段买讯了 也是礼拜上个礼拜 因为时间关系不多 这东西我已经有放在我的群组上 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了 我在讲 因为更多的讯息 跟更多的个股 跟产业的分析 我放在我的群组上 希望你赶快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起码赶快先加入群组吧 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有限 很多东西我准备来讲不完 南亚科也出现买讯了 这个东西我在群组上讲 那这个好赶快 你扫描这个LINE 或者这个Telegram 这个QR Code 各位另外 不要忘记了 我再讲一次 跟上微国庆 跟上我的大肤线 你永远可以领先市场 你永远可以领先市场 去买到这些强势股 不要等到股价涨了以后 市场上 后面才发现了以后 你就去追个高 因为在股市 唯有领先市场 唯有你能够领先市场 进去买一只股票 或是卖一只股票 你才能够真的有资格 交到股市所谓的 二八法则里面 所以那20%真正的赢家 这些股票 一直一直在你眼前 都是现在进行市 跟未来市 好吧 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上微国庆 你越来越来越跟上我 越早把这些强势股 买在越漂亮的价位 好了 祝大家做到顺利 今天到此 谢谢各位